歡迎收看 週一到週五晚間 8點鐘的就是娛樂 就是要健康 我是儀佩 今天我們攝影棚 來了兩位天后集 而且聽說他們兩個人 今年都剛買28歲而已啊 來歡迎兩位 都是天后喔 首先來歡迎我們的 台灣兵棋部 Bobby天后王才來 阿嬌姐 大家好 接下來這位可是料理天后啦 我們來歡迎最近 聽說還是學了日本料理 來歡迎的就是我們阿嬌姐 大家好 好久不見了 當然在營養的部分 就交給我的好朋友 營養師劉怡玲營養師 哈囉大家好 兩位剛買28歲的年輕人 想請問一下 不好意思 因為阿嬌姐常來我們節目 真的啊 我才第一次來耶 對啊 對啊 彩樺姐妳會做菜嗎 會…我是很… 麥姐媽… 我很會做菜 但是我很少做菜 那這樣子 聽說因為彩樺姐 現在吃素了吧 對… 聽說在吃素以前很會料理 我非常會料理那一個就是 三杯雞喔 我老公說 台灣到底的料理 台灣到底的 她吃過這麼多家餐廳 真的我做得比大廚都還好 真的假的 妳不要太高興 每一家的老公都這樣講 我們家的老公也是這樣講 我相信我老公講的是真的 我也一直相信我老公講的是真的 對啊 也相信啊 因為如果不說好吃的話 下次就沒得吃啦 對 這是重點 我跟你講 就算她說好吃 我也沒有再做了 因為沒用 沒用 因為妳現在要忙尾牙 有沒有 忙主持 而且平常也拍戲 主持節目工作 就比較多一點點 還做了很多的工藝 對 這是最棒 我有在發的 現在老大國二了 對 我記得她大概 八九歲的時候 差不多七八歲的時候 有天我說 姐姐妳要吃青菜喔 她說好… 然後妹妹就坐旁邊 坐姐姐旁邊 我坐在另外這邊 然後我就 妳要吃青菜 我就夾一些青菜給她 結果我就看電視了 結果馬上轉過來的時候 那個青菜在妹妹的碗裡面 就轉移就對了 對 她不吃 就給妹妹吃就對了 妹妹就乖乖吃嗎 對 妹妹就不知道 她有沒有想那麼多 她就不知道 怎麼做碗裡面的東西 總永遠吃不完 可是她姐姐 她覺得姐姐是疼她 要給她吃菜 沒想那麼多 妹妹人怎麼這麼好 結果姐姐是有興趣的 對 然後我怎麼過去 我說怎麼會在妹妹的碗裡面 我就說姐姐妳的菜 我吃掉啦 這麼小就會說 這樣人過去又會不開心 阿彌陀佛 就叫善意的黃色 對啦 善意的黃色 因為小時候他們就是 這個對青菜來講 會不會覺得青菜有一點點 不舒服 味道 味道 超級迷 小朋友不喜歡 不喜歡綠色的 對 但是其實白色青菜也算青菜 高麗菜小朋友也很喜歡 喜歡 玉米筍小朋友也喜歡 可是如果這樣子講 小孩子就是 只挑這些淺色的青菜吃 這樣算是好的嗎 總比全部都不吃好 對 那時候會讓他誤以為說 蔬菜好恐怖好恐怖 所以之後他可能 連白色都不吃 所以不行的話 我們建議說 真的沒有辦法吃綠色 我們白色的 紅色的 其實可以慢慢給 而且他雞肉 他不吃雞皮 而且他雞肉一定要吃白的 他不吃黑的 五股雞不吃 他不吃 他就是白雞 白雞 白斬雞那種的 白雞 公平都怪怪 我天天嘛都怪怪 他昨天在台上開那個 那個節目都有播過的 你自己講講看 他那個節目 而且他字打字很重要 什麼東西 這是唱歌仔戲的行為 你唱唱看 字打下去是完全OK的 除非是這個人 有歪念 他才會想歪的 那你唱唱看啊 好 我就是那個丫鬟 我會說 小姐妳心情不好 這樣我帶妳來雙手百花 小姐妳對我走 小姐扶籃桿 你一堆疼 為何你無分心無的疼 就是小姐扶籃桿 好...小姐扶籃桿 妳昨天妳掐了很多有的沒的 我現在聽出來了 剛剛第一次我沒有聽出來 妳聽不出來是不是 妳知道她昨天那邊 妳那個扶籃桿在那邊 台上給我扶了20分鐘 各種扶籃桿 我還不相信NCC在現場 不會罰幾百萬 我完全都沒有 就是我們這個 阿小姐很可愛 等一下 阿小姐現在開關開 還是關不掉 你不要去想畫面好嗎 好 這一段 我們就是加碼 但是會剪掉 等一下 原來妳就預告 這不行啦 好... 來啦 妳今天口紅... 口紅啊... 口紅啊... 口紅已經剪掉了啦 好 這去Youtube點啊 太好笑了 妳真的可以點來看看 那個旁邊有順哥 他講得很好笑 他們昨天在現場講得也很好笑 真的 妳有聽到現場 我就一定更瘋狂 還好我沒上去 他跟NO哥玩那一段 我在旁邊應該不知道該怎麼吃 白如何事好 好 笑完了 那妳講一下日本料理 沒有 因為前一陣子去上課 我最近其實都是大部分時間 就是學租吃 有些人就鼓勵我 應該是近幾個人不會租 然後就鼓勵我去 好好的學這家 那前一陣子上了一個 日本料理的課 我就覺得很奇怪 日本料理那些日料 而且是大廚 是某某飯店的日料的主廚 對 我想說跟他學歷 可以學到很多特別的日料 對 沒錯 結果一來他說那個 我們那個菜單打開來看 炒牛棒 那我心裡想炒牛棒 不就是炒牛棒而已 對 可是炒牛棒 出名店哪一個 那個媽媽不會做 對不對 你想要讓我講 我花個錢 然後你還叫炒牛棒 會不會太開玩笑了 對啊 你到底花多少錢 一堂課2500 好喔 很貴 炒牛棒你會不會覺得 有點誇張了 很貴 你就覺得對不對 這樣有點貴 雖然是有三四道 但其中一道炒牛棒 妳有跟他起碼幾塊 對 我就覺得這個東西 我自己就會做 是 結果看他做完 就是主廚就示範 示範…做完 你們開始下去自己做做看 我想炒牛棒 開什麼玩笑 隨便炒都比它好吃 對… 對… 就開始炒 炒了之後發現 奇怪 自己試吃的時候 跟試老師的 確實味道不一樣 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就是我覺得老師的那個牛棒 就除了脆之外 它每一根牛棒上面都掛有 就是你該有的米粒的味道 該有的一點醬油的醬香味 都附著在上面 對 可是我自己 我就覺得奇怪 妳那個炒出來 都是骨肉分離的 對不對 也沒有那麼嚴重 妳就會覺得 牛棒的牛棒 我炒出來真的就是牛棒 對 妳完全吃到那個牛棒的 那個醋起泥那個土味 對… 因為牛棒就是在土裡面 種白根一根挖出來 那個 紙味 那結果後來老師是怎麼處理的 後來我才發現 原來就是 因為炒牛棒要炒到好吃 妳要切到 但我們 因為一般的主婦 都還不太那麼好 我們就是這樣子切… 我已經覺得我的刀工 已經是全竹裡面 媽媽們刀工最好的了 應該有一點點寬度了 對 我們應該想說 有一點點 沒有 老師切的那個 細乳法絲 妳說妳吃到 好好吃 所以妳就會發現 就是學而知不足這件事情 就有的時候妳看這件事 好像很簡單 自己做了執行了之後才知道 是有難度的 對… 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好 當然今天彩華姐跟那個 阿嬌姐 我們兩個童年嘛 都28而已 要來PK一下料理 當然我們每次PK 都有一個特選食材 我們今天的特選食材是香菜 你們要用香菜來PK料理 但很多人都想說香菜 像很多人不吃香菜 對 就怕那個香菜的味道 那大部分香菜都是 譬如說放在湯上面 對… 或是當切點綴什麼的 但是大家別忘了 其實香菜還有一個 很酷的功能 是什麼功能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新聞 吃吧完 貢完湯 撒一把香菜提味 非常的美味 不過香菜的功能 可不只這樣 根據墨西哥理工大學 和美國長春藤社區學院的 共同研究發現 香菜富含維他命C 外部的細胞 可以吸附水中的雜質 清除鮮和鯉重金屬 是最佳生物吸附的材料 研究人員把乾燥過的香菜 裝進了茶包中 並浸泡進一壺水 清過了數分鐘以後 就可以有效清除 水質中的鮮和鯉 至於其他的重金屬物質 還有待研究 香菜它本身包含著 維生素B1 B2 還有豐富的維生素C 然後也有礦物質 胡蘿蔔素 所以我們人體食用它的話 就會對你的血液循環 或者利尿的部分 會有不錯的功效 新加坡國立大學的研究團隊 也發現 番茄皮和蘋果皮 也可以吸附水中有毒物質 方法是用8顆的番茄皮 丟入一公升的水中 一小時內就能有效吸附 水中的有毒金屬離子 看來不管是香菜 蘋果 或者是番茄皮 蘇谷的妙用 正是令人大開眼界 中文新聞 翁崇文記 健亨SNG小組 高雄報導 原來香菜還有這樣的功用 可以過濾水中的重金屬 但是香菜除了可以過濾 水中重金屬之外 還有什麼功效嗎 之前我們在食安風暴的時候 不是一直吃到一些有毒的重金屬 或是懷疑說有些零食 或是油品裡面有一些重金屬 所以最早的時候 其實在網路上有傳說 香菜可以 就是吃香菜可以做一個解毒 事實上這件事情 其實後來被推翻是說 除非你要吃到很大量的香菜 才有可能做一個解毒的功能 但是因為我們的香菜 以我們在做料理 其實都是用點綴的方式 或是辛香料的方式 事實上它還是有它的營養價值 比如說如果它把它洗乾淨之後 然後最後我們不都會灑上去嗎 對 它的維生素C其實還滿高的 就是不要拿它 用煮的就對了 對 它其實就要洗乾淨 然後把它灑上去 然後之後維生素C膏 其實幫助我們膠原蛋白的生成 提升我們的免疫力 另外如果說你真的加在 像我們有一些香菜 它是加在那種 比如說像大腸麵線上面 它其實有一點油 剛剛提到 它其實β胡蘿蔔素也滿高的 所以對小朋友來講的話 如果可以從小 他就喜歡吃香菜的話 其實有護眼的功能 真的 還這麼好 但有些人家說一個說法說 如果你怕黑的話 不要吃香菜 什麼香菜 什麼檸檬 還有九層塔 有這樣子的說法 後來我們發現 就是這些食材 它是屬於感光的食材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吃到量很多的時候 有可能也會反黑這樣子 可是量要到很大量 很大量很大量 就像早期有時候老人家 不是在講說 那個香菜吃太多 對 以前就是我的印象當中 就是阿嬤他們講說 你香菜不能吃太多 吃太多會對身體不好 那時候想說 對 所以其實 也不太喜歡那種香菜的味道 也就稍微點碎一下就可以 如果吃多了也會覺得很噁心 而且又聽過這樣的說法 會覺得更怕 所以更害怕吃香菜 其實那個是比較偏中醫 其實早期中醫的理論 他們覺得吃太多香菜會有氣虛 但是因為現在 現在幾乎所有的辛香料 包括香菜 蔥 薑 你發現吃它都有一種味道對不對 剛剛斜財華姐提到那種 有點像嗆辣味 然後有一種 清淺的味道 所以吃素的 有的是這些都不能吃 但是這種味道 就是它的抗氧化的能力 你發現吃它都有一種味道對不對 剛剛斜財華姐提到那種 有點像嗆辣味 然後有一種 清淺的味道 所以你吃素的 有的是這些都不能吃 但是這種味道就是它的 抗氧化的能力 反而是身體對身體好 抗氧化就抗老化 抗氧化 老化我就知道是洋蔥 對 非常好 很多辛香料都滿抗氧化 都是老化 對 辣椒什麼都很好 對 所以其實也鼓勵現在多吃一點香菜 或是剛剛提到洋蔥辛香料 其實可以增加 所以我們希望小朋友 從小就可以吃到這些東西 其實香菜有一定的營養 那兩位就要用香菜來PK 那要端出什麼料理呢 這是彩華姐的 彩華姐先公布好了 妳要今天做什麼料理呢 好 跟大家報告一下就是 茄子吐司球 茄子吐司球 阿嬌姐今天要端出什麼料理呢 香菜 黃金蝦卷 蝦捲 黃金蝦捲 對 妳這香菜比較多一點 對 但是我等一下不會把這些香菜擺出來 因為我要騙小孩 所以香菜在裡面 妳看隱隱約約有看到 對 加在這個不難想像 加在妳這個是要嘗試看看 我跟你講妳等一下試試看好了 加在那裡面 妳完全沒有聞到那個香菜的味道 真的假的 已經融在一起了 好 介紹今天的四位評審小朋友 我們來歡迎菲菲 Owen Ella 菲菲 好 四位小小評審 好專業喔 而且好有精神喔 而且剛剛坐上去的是都這樣子對不對 對 臉垮垮的 然後現在又到他們 沒有 有訓練過了好不好 真的很厲害 好 這四位就要當你們兩位的小幫手 小幫手 好 趕快來進入我們今天的明星親子料理 PK賽 好 首先阿蕭姐要先幫我們示範 要做怎麼做黃金蝦捲 用的食材有哪些呢 有白蝦一斤 芹菜碎適量 香菜碎適量 蛋白半顆 混沌皮300克 豬絞肉60克 鹽一大匙 米酒一大匙 香油 白胡椒 還有糖各適量 好 我今天派兩位小幫手 菲菲跟佩佩 妳要請他們兩個幫妳拿東西喔 菲菲 菲菲 菲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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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美啊 醒了美 OK 喜歡吃香菜嗎 喜歡嗎 應該喜歡 那佩佩喜歡吃香菜嗎 喜歡 喜歡喔 所以你們知道香菜長什麼樣子嗎 不知道 不知道 喜歡吃都是不知道 但是不曉得 因為他們可能看到都已經灑在上面 對 香菜就綠綠的 綠色的 然後那個中間那個跟小小的 金小小的 對 然後還有一個是芹菜 芹菜就是長長的 還有一個呢 有沒有喜歡吃餛飩 吃過嗎 有 餛飩我猜妳大概喜歡吧 喜歡 喜歡嗎 我在吃料吃過 真的 混蛋 這個阿姨 對 阿姨在亂說的 阿姨在老場 我常常一蓋就完了 對啊 對不起 來… 那這個餛飩皮妳知道吧 好 妳知道喔 跟水餃比一樣喔 那就拿這三個喔 來 妳們幫我去拿這三個 芹菜 芹菜還有餛飩皮 妳知道在哪裡嗎 找找看喔 芹菜 好 拿起來整個 整把拿起來 拿香菜呢 綠綠的 細細的 一碗的 就是一碗的 有沒有看 喔 菲菲菲 真是好的嘴 餛飩皮呢 菲菲妳幫我拿 中間的餛飩皮 白白的 對… 喔 好棒 妳們三個都好棒 妳們兩個好棒 謝謝… 好的 好棒喔 我看到了這個是香菜 好多喔 這個是芹菜 芹菜 然後這個是餛飩皮 謝謝妳們 好 那怎麼做呢 對 我要說一下 就是一般我們用的芹菜 當然這是美國芹菜 西洋芹 那如果你買到的是 我覺得蝦捲 比較適合台灣的芹菜 因為它比較細緻一點 那口感比較好一點 然後香氣比較足 那美國芹菜一般是水分比較高 那比較適合做生菜沙拉 那好 我們今天這邊有準備的 其實是台灣的芹菜 還有香菜的部分 香菜的部分其實 一般香菜呢 孩子比較不喜歡 所以呢 妳要把它剁得碎碎的 而且加的量要稍微控制 是個蝦捲 那蝦捲一般 我們先處理的就是蝦子的部分 當然因為菜都已經切好了 一般低污染的菜的部分 我們就會先處理 那切好了之後 這個蝦子很簡單 我們來看 先把蝦頭剝掉 蝦頭我們不需要 我們蝦子呢 剝了之後 因為我們整隻蝦都要用 所以整隻蝦都不要殼的部分 那你剝了之後開背 開背有好幾種方式 因為主要的開背 是要把長泥取出 乾淨的話我們就會畫一刀 在後面開一個背 那我們這個蝦子弄好之後 你要找一個塑膠袋 很簡單 放在裡面之後呢 我們要打成蝦泥 蝦泥怎麼打呢 用個塑膠袋 把它放在塑膠袋裡面 你拿個棒子 對 對 你打好了蝦泥 你看這蝦泥打出來 就已經是 就是碎碎的了 對啊 你再利用刀子 再把它剁一剁 對 天啊 好專業 好專業喔 這看起來專業 但不一定好吃 不好意思 人家實在是跟日本料理電子 電子 電子 2500嘛 好 這個蝦泥你弄好之後 我們要給它一點點的水分 那水分不是加水喔 我們是來自於蛋白 那一般你大概一斤蝦裡面 只要半顆的蛋白就好了 OK 所以蛋白的量是非常非常的少 這樣子其實我剛剛的蛋白 是有點多 有點多 而且它是大概一斤喔 一斤才這麼半顆的蛋白 然後呢你就把香油 然後胡椒 適量這種東西都適量就好 鹽 鹽巴 對 鹽巴 簡單的調味 對 小朋友吃的味道要稍微簡單一點 對 然後糖 糖只是去平衡鹽巴 因為我們用的是蝦子 所以一點點的米酒 然後呢 因為我們今天用的香菜 我來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要加芹菜 因為很多的孩子 如果你單純給它香菜 味道太重了 你還是騙不過 對 所以我用了一點台灣的芹菜 去提它的香氣 芹菜很香啊 然後讓大家忘記 香菜 香菜的存在 其實我覺得還好 如果你在家裡 做的那個量比較多 因為我今天示範 所以量只有一點點 你做的比較多的話 請你拿出一把的筷子 用一把 你用兩隻拌 很費力 所以我們要一把的筷子 來拌它 把它拌在一起 對 來 菲菲 菲菲這個交給你們 放個盲 拌一拌 把它拌均勻 好 你讓它拌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來先烤 彩樺姐一題好不好 烤觀眾朋友 好 來 跟香菜有關的 請說 我們來看看 這個題目是 香菜是常用的配菜食物 下列哪個保存 香菜的方式比較好呢 A 切碎冷凍 B 整株泡水冷藏 C 燙過之後冷藏 香菜是常用的配菜食物 下列哪個保存香菜的方式 是比較好呢 A 切碎冷凍 B 整株泡水冷藏 C 燙過之後冷藏 來 什麼 我把它放 什麼B 我覺得是A 你覺得是A 切碎冷凍 它才可以比較 對那個香菜的原味 才會鎖住 對 所以冷凍也可以放比較久 對 很多東西你其實就是 一開始就把它冷凍起來 然後到時候你要用的時候 再把它解凍就好 而且是新鮮的 其實這題算蠻簡單的 不只是香菜 你包括了其他的 譬如說 蒜 是 或者是說 蔥 我在家也都是這樣處理 所以答案就是A 切碎冷凍 恭喜 沒錯 那帶什麼獎品 小鮮肉 對啊 這個還不夠 真的好有趣 這還不錯 好 來 切碎冷凍之後 如果要入菜的話 就拿出來之後不用退冰 不用退冰嗎 不用退 因為如果你退冰它會出水 而且如果你退冰完之後 下鍋去煮的話 其實煮火鍋或什麼 它會變綠 那個顏色會變掉 對 所以直接冷凍完之後 就直接丟到湯頭去煮 沒錯 而且其實可以教大家 一個小撇步 你切碎之後 無論你是香菜 或者是蔥 你切碎把它拿去冷凍的時候 其實你是要隔一個小時 你要把它拿出來 譬如說你放在一個容器裡 你要把它稍微這樣搖一搖 然後搖一搖 大概搖個兩三次 之後它就會馬上 每一個都是分開的 剛剛阿嬌姐已經把那個 蝦子 然後跟絞肉 餡料已經拌好了對不對 對 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你要拌到 有一點這樣的黏性 黏稠 那一般我在家裡做的時候 我拌好了這樣子的料 我會稍微靜置一下15分鐘 讓它入味 對 讓它入味 那你也可以如果天氣熱一點 你就放到冰箱裡面 比較不容易變味道 那你就像這樣子的連性 就已經差不多 好 取一個適當量 因為今天的餛飩皮是比較小張的 我一般在家裡 我會買大一點點的餛飩皮 對 那這種比較小張的餛飩皮 可能你在操作上 要稍微注意它那個份量 因為畢竟我們等一下要過炸 你如果太多 它會跑出來 那跑出來它裡面有水分 你就啵啵啵啵啵 會比較危險 所以你這個皮這樣子過來 你看喔 我在包的時候 我中間留了一點點的肉 對 這是為什麼 是因為我另外這個皮覆蓋過來 我要利用它黏住 你在做到這個步驟 如果你身邊有水 好 我們這邊有一點點酒 我就借這個 好 你就在這旁邊 兩邊的封口 我沾了一點點的水 然後你一定要記住 這是一個重點 就是你只能捏住一點 你要讓它 兩邊留一點縫隙 為什麼 好 這個縫隙很重要 這個縫隙就讓你等一下 在炸的時候 不會爆開來 你想啊 我們整個如果都是密閉密封的 了解 它因為一炸壓力一爆 它就往旁邊走 對 所以要留 各留一點空隙 對 然後中間黏起來一點就好了 對 它就不會油爆 因為中間黏起來最主要 我們不要讓在炸的時候 餡料跑出來 了解 那你如果旁邊留一點縫隙 它就可以壓力從這邊出來了 那你就不會肉餡 炸起來每一個蝦 蝦捲都會非常的漂亮 好 油的油溫大概多少 油溫我們大概控制在180左右 180 190其實都可以 那怎麼樣去看油溫呢 就是你起一個鍋子 然後你把油倒下去 你拿了一個筷子 筷子一放下去 如果你的筷子邊邊 馬上再起泡泡了 應該是竹筷吧 對 竹筷 你用竹筷子 然後去試那個油溫 你一放下去 那個竹筷的邊邊 開始冒泡泡了 表示這個油溫是可以的了 好的 那如果你覺得 我還是很難判斷的話 那我教你一個最簡單的 你就把這個餛飩皮捏一腳 捏一腳丟進去 如果它瞬間馬上就酥脆了 油溫已經差不多 甚至可能有時候會太高 那你在炸的時候 還記不記得 我們剛剛這邊都有風口 那你在炸的時候 麻煩你風口朝下 擺進去 每一個 而且炸東西 其實最主要就是 你在包的時候 你要翻是不是 對 要稍微翻一下 你在包的時候 盡量讓它每一個 都平均大小 你在炸的時候 可以統一一起起鍋的時間 對 你不要有些大 有些小的話 你就不知道哪個熟了 對 大家稍微注意盡量 它炸到什麼程度咧 我們才知道它好了呢 好 其實很快 因為蝦子很快 裡面我們的餡料也很少 就是餡料只是拌一點點 絞肉這樣子 大概幾分鐘 大概兩分鐘左右 就可以撈起來了 它很快 因為你中間還要不斷的去看它 然後幫它翻面 了解 然後炸起來 就有一點黃金顏色 這好漂亮喔 它看起來好好吃喔 對啊 它看起來好好吃喔 我要吃 上面再來一點香腸 大人的 我現在不要灑在中間 我怕等一下孩子不要 不會啦 不會啦 但是看起來很漂亮 我們就大人 就多一點 把它放在旁邊 就在旁邊 就可以自己拿來吃 沾一下 不錯喔 好 這就是阿嬌姐 幫大家示範 不要以為很難 其實看起來還滿簡單的 是我們的這個香菜蝦捲 接下來就換彩華姐上場囉 好 接下來換彩華姐 要幫我們示範怎麼樣做 還有茄汁吐司球 用的食材有哪些呢 吐司四片 雞蛋一個 牛奶50CC 太白粉一大匙 麵包粉四大匙 香菜一小把 洋蔥四分之一顆 番茄醬三大匙 烏醋一大匙 糖1.5大匙 還有鹽四分之一茶匙 你這次看起來很複雜 每天都累了 對啊 其實呢 這個就是 怎麼樣 機關放在層口 機關放在層口 我拉一下這句我要學起來 這個非常的簡單 對我來講 因為雖然它的一些 就是感覺過程很麻煩 其實只要都把藍藍做一個 你確定嗎 是啊 而且你就送進去 藍藍技巧不少被拉 當然就是你所有的配料 該多少多少 你就多多把它分好 然後全部把它拌一拌 然後進去烤箱烤 然後醬汁再炒一炒 很簡單嘛 那麼簡單 好 那但是我們今天要先請 兩位小幫手幫你拿東西 我們的小幫手 知道要拿什麼嗎 我告訴你 就是要拿那個香菜啊 還有吐司跟雞蛋 不能夠蛋 雞蛋不要蛋 對 現在就去拿香菜吐司 還有什麼 雞蛋 Yeah Come on let's go Yeah Come on baby 雞蛋很棒 放在那個推車裡面 好 吐司 吐司 好 還有香菜 香菜想怎麼樣 香菜剛剛一碗 一碗的碗裡面 對 Yeah 你好棒 然後屏幕來 真可愛 因為你看我現在小孩都大了 大得國二了 小的小六 所以這個過程其實最可愛 真的喔 大概五歲四五歲 對 然後他會來跟你抱抱親親 每天就說媽媽我愛妳啊 親一下 可是現在長大都害羞了 你還可以再生啊 蛤 蛤 什麼蛤 蛤 我是吃八歲 才二十八歲而已 還有機會啊 不是 你知道嗎 小孩生一個小孩 不是只有生他 你還要教育養育 真的很麻煩耶 但你一定要生 好 好啦 現在先不要討論這個部分 好 來的吐司 幫我那個打開接下來之後 然後吐司呢 就拿出來 太棒了 你看 好棒喔 好 對 真的很棒 吐司拿出來對不對 我們要幹什麼呢 就是要吃 不是啦 要做料理 不是做料理 對 先切邊 這個邊邊 切掉 邊邊要切掉 對 這個切掉真的就是不要浪費 它是真的可以吃 對 好 拿著 很棒 對 這個呢 你不是邊動邊吃吧 可以啦 明明上面就寫吐司去邊 吃成小塊 你不是給人家吃下去 沒有啊 這個我們也可以吃啊 如果你真的餓的話 媽媽做菜都在旁邊吃 一邊弄一邊吃 吃成小塊 Ada也想吃耶 對 對 對 那也可以把它都放進來也可以 然後切這樣 小碎塊這樣 對 把它撕成小塊 對 撕成小碎塊這樣 好 你也好 那你再撕一下 好 你試試看 好 來 撕成小碎塊 對 然後還有洋蔥 洋蔥我們來切一下 好 來 洋蔥要再來切丁 那個切得柔柔這樣 來 那你過去一點吃 好 來這裡 好 好的 其實它這一道還滿厲害的 就是它挑戰兩個小孩 比較不敢吃的東西 洋蔥其實是比較嗆嗆的 對 有的就是小朋友會覺得這個味道 因為 不要說我們光切洋蔥都會想哭了 對 對啦 把它丟進去 對 放在中間 然後一起 好 好 然後來攪一攪 這樣把它這樣子 對 小心 一起攪一攪 對 這樣 對 一起 好玩嗎 對 你又有點互動 不好玩 他覺得是矮奇怪 好奇怪 好玩嗎 就是有時候你在家裡 小朋友如果真的很無聊 不要讓他一直滑手機 可以跟媽媽一起這樣 下廚一起來做 這樣親手的互動很好 好 所以這間菜我們就把它切末了對不對 對 切末 切末 對 已經切末了 好 然後到時候我們都把它放在一起 對 順了 好快喔 快點 再快一點 快點 阿姨真的很奇怪 OK 打開來看看 來 打開來看看 對 小心喔 小心 好 這阿姨做菜好可愛喔 這阿姨做菜有更炒耶 真的 這樣才會開心嗎 等一下 它可以切得好碎喔 對 你覺得這種機器比較沒辦法那麼碎 你看 現在切得這樣很碎對不對 對 接下來咧 就是通通把它放在一起就可以了 來 就很簡單啊 因為我的 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太過於複雜 對 因為太過於複雜呢 就是會不快樂 好 洋蔥 你確定你要放那麼多 可以啊 真的齁 可以 沒問題 因為我們要做好幾顆耶 好 洋蔥放下去對不對 然後那個牛奶 牛奶的放 差不多 放下去 然後 然後 雞蛋 雞蛋 吐司也想說 吐司一定是要放的 放下去 我怎麼感覺他會忘記 因為如果你沒有提醒他 我覺得才華姐會忘記 對 他最後就只有用牛奶下去 不知道要弄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 你知道嗎 你剛剛說你想打什麼 蛋 他想打蛋 好啊 對 你知道我都打什麼嗎 打什麼 快點 你講 偶爾打打小孩 沒有啦 打蛋 打蛋 好 你要放兩顆 也可以 看個人 想要放幾顆 那量多大 自己就去拿捏一下 應該不是吧 一顆也可以 你看他要大 你這個量應該是水的 對 他想打 蛋殼小心 對 然後打一下蛋 等一下我們要打蛋 對 其實冬天真的多吃一點洋蔥是好的 是 因為小朋友對護膝道保養 還有提升免疫力 其實都是很好的 所以我們會鼓勵一些 比如說容易感冒 或是氣喘的小朋友 真的可以用洋蔥入菜 真的 所以如果洋蔥吃了之後 嘴巴有那個味道 用什麼 喝牛奶 喝牛奶 或者是喝牛奶 或是咀嚼那個味道 咀嚼那個茶葉 茶葉 去泡過的那種茶葉 對 去取它 就會剪掉 放 應該不用太多吧 一半就好 一半就好 好 這一鍋好危險 這一碗好恐怖 然後就把它攪一攪 然後香菜 香菜呢 香菜 香菜很香 放下去 彩花姐重點就是 要把這些東西 全部都放進去 那大家在放的同時 是 我們來考大家一個題目 好 我們趁彩花姐在辦的時候 我們來考大家一個問題 考阿嬌姐 香菜的營養豐富 但是香菜不具備 下鍊哪種功效呢 A 促進血液循環 B 預防貧血 C 預防身體發炎 這台有點小 我知道正確答案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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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題有點小難 我知道正確答案 D 是勒 勒憐 勒骗 勒憐 各位勒憐 OK啊 你說會談D啊 它有維生素C嘛 C是不是可以預防身體發炎 真的 真的嗎 真的 OK 那B 平血 因為它會氧化 因為香菜我們切完 它就會氧化變黑 真的嗎 所以我覺得它可能 可以補充一點血 因為會氧化 就是還有鐵 那促進血液循環 是我覺得 我找不到答案的 所以我認為 不具備的話 可能是A 真的 雖然是阿嬌姐非常會做菜 但是這一題恭喜妳答錯了 這題答案 沒有 這題對我來講 其實也滿難 要聽怡里解釋 這題答案是 香菜不能預防平血 但是它竟然可以促進血液循環 跟預防身體發炎 真的嗎 對 都有喔 沒有 它沒有辦法預防平血 它沒有辦法預防平血 A跟C的部分 因為其實香菜我剛剛提到 它不是會有一種 那種類似像嗆嗆的味道嗎 那通常辛香料 包括剛剛其實彩滑節加的洋蔥 它其實裡面 它都有所謂的 抗氧化成分子化素 它確實可以促進血液循環 如果冬天有高血壓的患者 其實可以鼓勵多吃一點香菜 然後另外呢 它本身有C跟A 其實確實可以預防身體的發炎反應 還有初期的感冒 其實我們都可以加一點香菜 那為什麼不能預防平血呢 第一個 如果你已經是有平血體質的人 其實它應該要從動物性來補充鐵 對 比較快 會比較快 但是如果你要從植物性來補充鐵 也可以 但是因為香菜通常 我們通常用的量都是少少的 不會吃大量 不會吃大量 所以你要吃到香菜 要來預防平血這件事情 其實有一點很難 然後做不太到 了解 所以其實它沒有辦法預防 好的 希望大家可以學起來 好的 曉曉姐妳好厲害 天啊 妳剛剛裡面還有拌什麼東西 拌什麼東西 妳是不是吃麵包粉 有拿去給它拌一下 麵包粉也要拌一下 對 麵包粉 一點點喔 一點點就可以了 不然觀眾朋友會覺得 奇怪怎麼會變這樣 那如果你覺得麵包不夠的話 你就再加一點麵包對不對 對 其實就看個人 想要吃多一點麵包 你就加一點 這是什麼 這太白粉 太白粉不要加喔 也是要加 要加嗎 太白粉要加嗎 要加啦 等一下 我懷疑這道是妳做的 還是才華姐做 對 因為我心想說 我一直在想說 如果要讓它有點黏稠的話 對 我怎麼會感覺好像是儀佩做的 對 攪到它有黏稠性之後 之後 然後呢 有黏稠性的完之後 你這樣用 就稍微這樣擠一下 像以前我們吃那個丸子有沒有 然後這樣擠 然後被從虎口出來 這樣大概一顆小圓球 那如果我們不加太白粉 加它的吐司塊可以嗎 因為太白粉畢竟比較不健康 對 妳不要再出難題給她 好 妳這樣我好難接喔 我跟你講 對不起 對 然後呢這樣攪一攪 就變成這樣子 就這樣一顆一顆的小圓球 然後妳就要進去烤箱烤 對 但是要烤箱烤的這個下面 妳一定要記得 要有這個烘焙值 是這樣子 不要讓它會沾黏 烤箱烤呢 你大概要15分 但是妳烤箱要先預熱 然後烤15分 5分鐘妳就要拿出來翻一下 看一下 不然怕它會焦掉 了解 對 還是要翻面一下 好 烤完之後妳就看 就大這樣就變成這樣 其實很漂亮 對 所以這個妳看小朋友看了 都會很喜歡 就會覺得很想要吃 烤完之後變這樣子 對 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 這樣子 對 這樣一顆 很可愛 對 有一點點這樣小小的 焦焦的 焦焦的也很好看 而且也很好吃很香 菲菲說 對 這應該還好吧 蛤 我都流汗了 妳現在都應該還好 冷氣這麼強我都流汗了 妳看 妳看 怎麼樣 好漂亮 對啊 妳那時候好漂亮 妳醬汁呢 妳不是醬汁嗎 醬汁一定要有醬汁 來 妳一定要先放一點油 對 放一點油 放一點油 油鍋肉之後 對 然後就是有這個番茄醬 大概三匙 然後烏醋呢 一匙 糖 1.5匙 鹽巴呢 就是少許 少許就可以了 番茄醬已經鹹了 有鹹度了 對 然後再加水 大概有三大匙的水 OK 這樣整個把它這個 就是像微那個醬汁的那種感覺 對 中小火 然後稍微把它再拌勻 調勻這樣就好了 了解 就變成一個醬汁 煮出來的醬汁就會像這樣子 對不對 對 哇 好像喔 那個醬汁如果再撒一點香氣 真的好香喔 再撒一點香菜 沒有 我想把那個醬汁淋在漢堡排上 對啊 對啊 它好配漢堡排喔 對 就把它淋在上面 保證看起來色香味俱全 厲害 厲害 都好吃 把它淋上去 我要淋 妳要淋 先讓阿姨淋 好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是要比賽評分的 對 它如果淋不好 它評分輸了就是它自己的問題 對不對 如果你淋完之後 它等一下輸掉 它就會怪你 妳講到阿姨好緊張喔 我以前上節目都沒有流汗流成這樣 做你們的節目 這個是唱歌比較輕鬆 很輕鬆喔 對啊 就像我 寶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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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比寶比 Yeah 這樣就好了 你看看 好 好 這個茄子吐司球就這樣完成囉 接著下來呢 今天呢 彩华姐的茄子吐司球 要第一天是阿姨姐的黃金蝦捲 到底誰會獲勝呢 待會兒我們就要來試吃囉 好的 到了我們小小美食家的試吃 還有評審時間囉 先吃哪一個好啊 我覺得先吃那個彩华姐的那一個 先吃彩华姐 彩华姐 它也是鹹的嗎 它不是甜的 它是兩個都鹹的 但是因為它是蘸一點醬 它那個醬其實不會味道太重 OK 好 那我們先吃這個好不好 好 小小碗的喔 先吃 先吃我的會比較吃虧耶 為什麼 真的喔 因為妳只會記得最後那一道菜的味道 所以妳想要第一道菜的味道 妳想要被 妳看啦 隨便 好啦 好啦 先吃 先吃炸的好 好笑喔 突然交出來 先吃哪一個 先吃哪一個 好啦 先吃我的 好啦 先吃我的 好啦 先吃我啦 等一下 沒關係 請吃菲菲 這個 這個 不用客氣 開的 他們這個時間應該餓了耶 要沾醬喔 要沾醬喔 沾醬喔 多摘一點醬喔 那個醬汁真的是 菲菲妳吃東西好霸氣 妳看她吃東西好過癮喔 對啊 一口就會慢慢的 小朋友都好好相處 妳們做什麼都好好吃 真的喔 而且真好聊天 對啊 你看彩华姐姐剛剛做成那樣 妳現在還說好吃嗎 其實就是那個過程比較複雜 不然都其實把它拌在一起 其實那個就好吃 就是拌拌拌的就對了 對啊 簡單啦 方便 她剛剛拌在一起啦啦啦啦 整身孤狂 妳知道嗎 接著下來 已經有人迫不及待吃第二道 接下來吃這個炸的好不好 蝦捲 哇 菲菲的一口會不會太大喔 你有聽到菲菲她吃的時候 還烤烤烤的感覺 會不會太大了 而且連吃東西都好帥氣喔 對啊 對 她真的 她就很MAN的那種男生 對 很有型耶 對 很有型 蝦捲好吃嗎 還好對不對 蝦捲還好嘛 好吃 我們要投票之前請余玲 余玲是誰啊 余玲幫我們預測 因為今天我們的主角是香菜 對不對 我覺得兩位滿厲害的喔 因為香菜有時候 小朋友真的不喜歡 但是用這樣的做法 其實把它藏在裡面 我剛剛完全吃不到香菜的味道 但是吃得到香菜的一樣 所以這兩道菜其實很好 那蝦捲那一道呢 我覺得媽媽可以學 因為現在很多人 他其實我們建議 不要吃太多的紅肉 那他可能等於是用所謂的 一半的紅肉取代 用那個蝦子來取代 那蝦子本身 它就是屬於所有的 蛋白質高 油脂比較少 但是記得如果家裡 有小朋友比較容易 過敏的小朋友 對海鮮過敏 我建議是用剛剛的方法 教學的方法 買的是整條蝦子 不要買蝦仁 因為很多蝦仁有一些風險 會有一些風險 當然也有好的業者 但是如果泡過藥的 有的小朋友吃完容易 有一些過敏或是氣喘 那可能要懷疑說 你可能買的是 比較不好的蝦仁 所以買整隻白蝦來處理 但是整隻蝦子的話 它相對來講會比較安全一點 對 沒錯 所以我覺得這兩道菜都很好吃 尤其是才華姐那個醬料 是精髓 對 還是醬料就整個 它倒在嘴巴裡就好了 那就是吃醬料就對了 醬料是最好的 而且家裡常常 我有很多剩下的吐司 其實不知道怎麼弄 剛好把它做了入菜 我猜 你那一道兩個也好吃 真的嗎 我猜可能會平手 平手嗎 真的會平手嗎 這兩個人一樣都18歲 難道真的會平手嗎 我們一定要分出勝負 怎樣啦 你是晚上不用做活動 好 投票 來 菲菲先來 菲菲 菲菲 你決定了嗎 決定了好 請投票 好 我跟你講 菲菲 你決定了嗎 決定了好 請投票 好 我跟你講 你決定了 不能買票 你決定了 不能買票 怎麼這樣子 菲菲 你有眼光有眼光 我哪有這樣一個劍鋪 把人家攔住 對啊 好 換人 快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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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兩位 不要那麼誇張好不好 好 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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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蝦捲 你不要影響人家投票好不好 你不要影響人家投票 你不要影響人家投票 你自己喜歡的好不好 投票 對 YES YES 好 換Ella S-H-E 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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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決定了嗎 決定了好 請投票 YES 換菲菲 菲菲 勝利了 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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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菲也是就是兩個都吃完啊 妳覺得兩個都好吃嗎 都好吃 但是兩個都很難投嗎 很難選嗎 不會 很難選喔 她一定要撐出去 好 請幫我投票 伊莉真的很會預測 對 因為這樣都很好吃 但是這個兩個也很好吃 對不對 好 今天很開心看到兩位28歲 同年有沒有 然後又拿到了平手 這也就是讓皆大歡喜啦 對不對 是 而且我也覺得 今天的評審 謝謝評審老師 謝謝 公平公正 對 公平公正 那因為是公開的嘛 對 讓我們兩個人 比賽呢 可以說得到評審認定 是平手的 對 其實我非常感恩 對 因為呢 說實在 妳還會來很多次 因為我一次都把感言講 對 說實在 妳這種不會做菜的 我很少做菜 比較少做菜 但是阿嬌姐每天都在煮菜 對 她煮菜一直很厲害 說也很會說 我呢 其實呢 就是燒了一口好菜 對 對 但是妳知道嗎 我要說我阿公的名字 好 來 妳的名字是 阿公這樣當然是台人 中泡塞 中泡塞 妳怎麼會這樣 對 妳說我聽話 我有實在嗎 我也台南人 我阿公叫做王連生 我知道 真的嗎 妳真的知道 台南人幾乎都是 我媽媽他們那一輩啊 真的 對 我阿公是香港在辦桌 中泡塞很厲害 對 他做的阿嬤是很厲害 對 而且我阿公還在演唱 對 現在是阿公上一杯的事就對了 對 甚至要上道電 妳說妳阿公 我來 我來講一下我阿公 不要 妳們兩位可不可以 就是臭屁屁聊天室 我來講一下我阿公 沒關係 我們聽說 妳阿公是誰 聽看 妳如果走到台南 走到台南 是 結果台南 全台灣妳吃到最好吃的香腸 就是我們家做的 她說香腸 她的是阿 她的是香腸 對 就井水不犯河水嘛 一個是一腳 一個是兩隻腳嘛 而且都是真的會做差 對啦 今天這集呢 讓我們學到了香菜料理 也讓我們知道說 這兩位28歲少女 真的也很厲害 很厲害 恭喜兩位平手 謝謝 都很好吃啦 都很好吃 就是娛樂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